哈喽大家好,终于等到秋花开始开了 东京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是一月上旬了,现在只有莉拉开了花 其他品种很多都还是花苞的状态呢 为什么莉拉最先开了花呢 当然这个品种本身也是非常清花的 而且长势非常强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把它放在了我家里阳光最好的地方 虽然是全日照啊 但是最东边和最西边还是有差别的 我把莉拉放在了最东边的这个位置上 之前说过原因嘛 因为莉拉的品种名代表的是希望 希望就应该从东方缓缓升起嘛 所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必须要照在莉拉的身上 这个品种我是第几次发视频了 可是实在是太人气 每天都有人问我莉拉长得怎么样了 莉拉一直长得都非常好啊 她本身长势很强又很抗病 加上她耐热性也非常不错 也算是一个非常省心的品种吧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都已经给她换上这种35升的大盆了 而这一棵是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刚买的小苗 莉拉的秋花开的还是不错的 花更大更薄 香味更加浓郁 其实已经开了好几朵了 我刚才把残花给剪掉了 然后还剩下这些 但事实上呢 莉拉现在这个花的状态 依然是施肥过量的状态 大家记得我之前提醒过大家 莉拉这个花不要过量施肥吗 很容易打不开花苞 可是呢 说是那样说 提醒大家是那样提醒大家 我还是改不了 我爱施肥的好习惯 怎么说呢 就像是你养了个孩子 总怕她吃不饱 就想着这么久都没施肥了 应该没关系吧 结果呢 秋花开出来一看 依然是花瓣层数过多 花包得很紧 不过呢 这种状态又有这种状态的美吧 所以现在我也无所谓了 但是大家想的话 这个品种建议还是少吃一点肥 关于这个品种的基本信息介绍呢 之前介绍过很多次 我就不重复了 可以在我的视频里直接搜莉拉 就可以出现好几个视频应该 莉拉的下花开的也不丑啊 因为它的花瓣层数非常多嘛 夏天也只是花瓣层数少一些 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 这些支架是我随便插在里面的 没什么用啊 莉拉本身的猪型非常矮壮 大家喜欢这种包得很紧的状态吗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施肥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它就会开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随手牵插的 但是没想到活了 但是从来没管它 也没有施过肥 这样子就显得清爽很多啊 大家喜欢哪一种呢 好那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